欢迎收听福到你家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由天语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 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今天的节目呢 一样非常的精彩 首先先来跟大家分享这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车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袁中席 引途 感知生命的幸福 有些原来满足 抓住心物 天不丰富 只有珍惜一途 才不会哭 蔓延财物 彩天把宝族 喜愿是迷赋 生命的滋润 在喜愿低伏 多年以后总有感触 有福的人总会 愿总心相处 抓住 抓住生命的地图 渺渺平常渺的路 万般总是干额 来世路 再把人生细数 再把人生细数 无故事路 喜愿敲定谷 摇起新竹 喜愿烟衣生命自补 远中 细长生 出处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第一个阶段的单元当中 都会来为大家分享导读 太阳生的导师的出版著作 近期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叫做 幸福跟着来 是透过了读者提问 导师回答的方式 来跟大家一同探索 幸福的全员 品味人生的好滋味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到了 是这一本幸福跟着来的 第五支三十五章 要成佛道先成人道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为大家导读这一本幸福跟着来的 第五支三十六章 一门深入 事半功倍 读者提问说 这些年我很热衷New Age的书 一本接一本感到很过瘾 但前阵子 拜读了导师的超级生活密码一书后 突然间愣了一下 我问自己 在过去那么爱的New Age书籍 究竟给自己多少有效的提升呢 我曾在一本书中看到作者说 他的指导灵就是最高主宰 当时很兴奋 但此刻心中真是五味杂成 不知道导师您的看法如何呢 而太阳神的导师解答说 所谓法无高下相应伟大 从你那么热衷阅读的相关书籍中 明显可见你在灵性突破上的渴望 有时让自己左一本右一本的眼花缭乱 若能先从一门深入 应该比较容易事半功倍 与其说灵性增长 不如说从生活点滴中 审视自身圆满指数是否提升 因为身心灵的进步成长 绝对不是一句空口的座右铭 应该是在每一时分的自我察觉中 看看其种种静的变化是否趋向圆满 若没有实修的功夫 往往都是徒劳无功 我经常鼓励读者们 真在修行中或调试生活里 占着太重要的分量 若是真就不容易与天地共振 荒论更多修行后的期待 另外据我的浅见 越是高的指导灵 越是在舞台间不动声色 这应该是宇宙天地间的潜规则 再把人生稀疏 步步失路 喜愿敲定谷 遥及新竹 喜愿演绎生命自补 眼中喜长生出竹 又不合起 又不合起 要挥住 等相拥才会打步 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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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愿喜幸福 幸福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神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幸福跟着来的第5-36章 一门深入事半功倍 在不同的学习历程当中 当然每一个不同的书籍 不同的内容当中 都会分享了各自不同的解读 还有内容嘛 但是要如何找到了这个对的方向来做迈进 那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其实太阳神的导师也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呢我们找到了自身 进步的一个空间 然后每一刻落实在生活当中 让幸福感还有自我的提升 可以让自己感觉得到 不是呢空口说白话 这才是呢最重要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在我们学习的路上 有所成果有所收获了呢 那像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到太阳神的导师的著作之外 在待会呢也会邀请到的就是在全世界各地 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朋友们 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 学习的点滴心得和收获 到底要如何把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的系统 落实在生活当中 让我们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有所提升成长和收获呢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俊玄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俊玄你好 子荣好全球的超码学员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俊玄 那想请问俊玄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来认识接触到了超码这套的系统的呢 其实我是在2021年某一天我的先生呢 他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接到一本千年之约二 然后他就把这本书我 那我隔天呢读了这本千年之约二之后就去找了这本超级生命密码书来读 因为书中每一位学员都有提到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在好奇心之下呢我就去找了这本超级生命密码来阅读 然后就非常的喜欢书中所教的这些理念啊方法 那我就开始学习了 哇在书籍读完之后其实也非常的积极 然后找到了超码这样子一套系统进而来做学习 那是不是在学习之后也觉得说哇真的非常的想要更加的深入认识 后续也参加了很多比如说课程啊音乐会来不断的做精进和进修呢 是的其实在2021年的五月份刚好我就读了这超级生命密码书之后呢 刚好导师就有这一场幸福传奇总是你的十座研究课程 其实我当时毫不犹豫马上报名参加 那参加了这一场课程之后呢 在参加课程当中哇觉得真的好神奇然后好殊胜的感觉 就让我心中觉得哇好像找到了一个让我可以很安心去学习的一个系统 那我就开始在里面做学习 然后从那一次开始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就是落掉任何一场导师的活动 哇非常的积极来做参与做学习 那俊玄是不是也觉得说在这几年当中真的透过了超码的系统 自己提升了很多而且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转变了 是的在我还没有学习超级生命密码之前呢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就是没有很正能量的人哦 常常会有很多的这些负面的想法 但是生活中其实也没有怎么样就是有先生啊孩子啊家庭这样子 但是心中就常常觉得很不快乐不富足 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会在生活上啊对孩子啊对先生有一些抱怨 那越抱怨呢就越不快乐哦 那直到我认识了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上了导师的课程阅读了这一本书之后呢 我就发现到哎 他可以真的就是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改变一个生命地图哦 那就是参加了导师第一次的这个幸福传奇总是你之后呢 我就开始落实导师在书中教我们的方法 然后很快的就在短短一个礼拜内我就发现到我的这个脾气啊 对先生的这些态度对孩子的态度完全改变 之前我是每一天都在骂孩子 然后呢就是每天都在发脾气 每天都觉得哎我的生活怎么会这样 我很想要改变但是呃我参加了很多很多的亲子课程都改变不到 回到家还是一样哦 那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当时2021年是马来西亚疫情非常严重 然后mco的日子就觉得哇怎么这样我23小时每天一个孩子先生在家里 那我的脾气一直不断不断的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恶劣的这个脾气 我就很想改变 直到参加了导师的课程 然后学习了超级神明码之后 咦短短一个礼拜内就发现到自己的脾气就这样子改掉了 我就没有在骂孩子 真的觉得哇之前想了好多方法都改不掉的这个脾气啊 就这样子改掉了 然后因为自己的脾气改掉能量提升 他也带动到我整个家庭 那我之前呢是因为孩子还小 我就辞职在家里当全职妈妈雇孩子 然后自己很想要 我其实本身是一个大学的讲师 我就很想要再去找一份工作 就是可以教书 可以跟人家分享知识 然后与此同时又可以雇到家里哦 就一直找不到这样子的工作 但是呢就是学习了超级神明密码 让我有了一个机缘 遇上我现在的这一份工作 那这份工作呢 就是在我们马来西亚基隆坡的一家大学教书 那这一份工作让我觉得 哇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棒的上师哦 那他就让我选择自己要教课的时间表 那我可以每次对自己选择 什么时候要教课 要教多少班 然后几点教到几点 星期几不要教课 那完全是由我来做选择 那我就可以很轻松的趁孩子们去上学的时候呢 我就去教课 然后我孩子放学之前 我的课一定会结束 然后我就可以载他们回家 然后也不用送他们去安清班 不用请司机接送这样子 然后我也非常的感恩我的上司啊同事啊 他们给予我很多很多的协助 所以我在教学方面呢 非常非常的轻松 那我就感受到 哇真的很神奇 我可以有我自己的事业 有我的家庭 然后呢我的先生 其实就在我拿到超级生命码 这本书的隔天 我先生呢 他就升职加薪 当时候马来西亚 这个疫情非常严重 很多公司裁员 然后倒闭 很多人失业或者是减薪 我的先生他的事业没有受影响 反而升职加薪 然后同样的在年底呢 就是他原本的那个奖金 他已经得到 然后公司再另外给他 一个五位数马币的奖金 然后隔年呢 公司又赠送法国旅游 给公司的两位职员 就是表现最佳的两个职员 那我先生是其中一位 他就拿到了这个法国旅游 费用全免 而且还有每天有美金 零用钱可以拿 所以觉得哇真的好神奇 然后呢 2023年7月呢 导师来到马来西亚 那我也带我的先生 还有我的孩子们呢 去到现场去参加导师的活动 那活动一回来 我先生呢 他真的就隔天又再收到一笔 马币五位数的奖金 然后也遇到贵人 开始了他自己的这个 一直很想要的这个创业的部分 那他也就是梦想成真 然后刚刚过去的12月份呢 我的先生呢 再一次又收到他旧公司 给他另外一笔 也是马币五位数的奖金 所以我就觉得 哇 我在超马的学习啊 加上我的先生 他有时候就跟我一起去参加导师的课程 让我先生 他在他的事业上也是获益良多 然后至于我小孩的部分呢 我的孩子啊 儿子在参加了导师大大小小的课程啊 音乐会 而且导师有一个叫做夺标的课程 那我儿子呢 他参加了之后呢 真的让他学习能力提升且能开发 那儿子他今年三年级 那他在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呢 他在学校也被选为班长以及模范生 那今年呢 他就升级为学校的巡查员 在校内校外的比赛中呢 常常都有得奖夺标 那我的女儿呢 他今年六岁 幼儿园 他在学校呢 其实他从小三岁的时候 就开始跟我一起听导师的正能量歌曲 所以他的情绪是非常非常的稳定 他去到学校啊 他跟他的学校的老师啊 同学都是相处得非常好 在幼儿园里 他的人员非常好 活泼成熟 那最近呢 我们也参加了女儿的这个毕业典礼 那女儿也被选为进步最佳的这个学生 这个奖项 他得到这个奖项哦 所以真的很感恩 超级生命密码 他能够让俊选不只是自己的这个提升 获益良多 他也让我的先生以及我的孩子们都一样是收获满满 所以真的真的非常的感恩 那我们真的很感恩 遇到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 那俊选本身呢 也很感恩 因为疫情开放之后呢 去年2023年呢 导师就开始了 有着这些亚洲的行旅的行程 那俊选在去年7月份开始呢 7月份我也跟着导师 导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活动 那俊选全场都参与 然后在11月份呢 俊选也去到美国跟导师学习 那在过去的12月 刚刚过去12月呢 俊选也去到台湾跟导师学习 那通过这样子的学习之后 我就发现到说 只要我们不错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好好地把握把新门打开 就是导师借我们去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跟着听话照做呢 其实真的就会发现到改变生命 其实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它其实就是随时会发生 那最重要呢 大家就是愿意来做实验 愿意来学习 所以非常非常鼓励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都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哇这样听起来呢 俊选从一刚开始 透过了书籍来认识到后面 真的非常的诚心 跟着太阳升的导师 一起来做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学习 真的从自己的一个个人 开始做改变之后 也影响到了整个家庭 有了好的一个成长 那俊选是不是也在节目最后 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 最后来做一个心得的总结分享呢 是的 那其实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 只要我们心门打开 我们愿意去做实验 愿意去做学习呢 其实大家都会感受到 那个收获啊 很多我们想要得到的这些梦想 它都是不求自得的 要成功一定要努力 但是努力不一定成功 所以我们只要找对方法 才是让我们能够一劳永逸的 获取成功的这个最佳的办法 最佳的方法哦 感恩 没错 所以呢就邀请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脸书粉丝团上面 先来看看我们超码相关的内容 那也可以从 不管是书籍当中 或者是podcast 更多的集出当中 一起来做学习和分享了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 子蓉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 就是超码的学员 俊璇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进行分享 感恩俊璇 感恩子蓉 感恩所有的听众 祝福所有听众 健康幸福吉祥 感恩大家 再次的感恩来 来自马来西亚的超码学员 俊璇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进行分享 其实在学习超码 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除了自己 可以改变之外 也可以把这样子一个福分 或者是能量 带给身旁的亲朋好友 其实这就是人生当中 最殊胜的时刻 对不对 除了自己好之外 也可以把这样子一个能量 散播到我们自己的身旁 就是一件最棒 最幸福的事情了 所以呢也要邀请大家咯 有机会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一起来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 而时间呢 我们先来听个歌曲 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送上这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生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心门开 福就来 在音乐之后 我们就要来进行 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位 邀请到了太阳生的导师 来为大家做提点咯 就是现在呀 心门开 福就来 重大财富 只要你自己愿意猜 很重要啊 心门开 福就来 很重要啊 心门开 福就来 福就来 就应观念 决定你 生死未来 生死未来 只要成心 帮助你 今晚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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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岁月 要抓住 生机展开 生机展开 今晚记得 四秒后 机会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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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现在 心门开 附云 雨 再回来 浮云再回来 腹云再回来 心门打开 深呼吸 浮云就来 浮云就来 浮云来 浮云再回来 心门打开 生呼吸 浮云就来 浮云就来 全然相信 抓住精髓 誓言就知挣扎的狀態 心門打開 拂就來 生命精彩 好時滿意 心誓言 時刻都開花 時刻都開花 其實不能 只有心門開 心門開 苦愛好自在 心門開 拂就來 如何得到快樂 如何不為錢煩惱 如何與人溝通更順利 如何才能擁有精彩豐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問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問 繼續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11點鐘到12點鐘的 福到你家的節目 進行今天的單元 富足人生千百問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來跟大家談談了 時代一代變化 那我們的人的思考 是不是也不斷不斷的進步呢 但是呢 我們的社會有沒有一起 跟上這樣子一個潮流啊 其實呢 在我們的時間流逝的一個 過程當中 不管是我們的思考 觀念 做事的方法 或者是我們整個社會 其實都要持續不斷的轉動 那不然呢 不轉型 不改變 就會變成了 舊的東西 會被淘汰 那到底我們人 或者是我們社會 對我們的記憶要如何真正達到了轉型 那這個轉型的一個很痛的過程當中 要如何好好的舒緩 或者是要如何取得平衡呢 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持續邀請到就是 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太陽升的導師 來到節目當中為大家做提點 導師好 其實啊 這個世代一直不斷的在進化嘛 我們的社會也是 像是在台灣的社會 也是從比較早期的 比如說農業社會為主 然後轉變到工業 現在呢 又變比較科技化 或者是比較多 這些的行銷的可能性了 其實 時代一直不斷的慢慢在變化 但是我們的人 有沒有這樣子跟上潮流 我們的慶業 我們的思考 有沒有這樣子一個跟上 其實真的是一個還蠻龐大的議題 像是呢 其實不要說什麼 農業世代轉到工業世代 那種很大的那種轉型 其實我們一般 在慶業上面的轉型 尤其是在這三五年 可能又遇到了疫情期間 真的啊 改變變化很大 那如果真的沒有跟上 或者是沒有積極的 做調整改變的話 就很容易被淘汰 或者是傷的遍體淋傷 到底尤其是在 基業的轉型上面 又遇到了那麼大的一個 像是 疫情的一個災害 那真的不轉型 就會倒掉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如何去取得平衡 那我們要如何看待 在未來的這個世界改變呢 導師 的確現在真的很多的新玩意兒 每天猶如雨後春水啊 一直冒出來 那麼這個世界改變的速度 比以前快很多了 對呀 那麼現在真的是 但是如果沒有抓好這個方向啊 沒有做一個對的抉擇 一下子可能這個社會的進步 以及人群中它的需求與否 和我們自身的一些專才與否 或者公司的一個方向 就息息相關了 如果是和於未來的前進 大家一起供需上 能夠有所平衡 那就留下來了 如果沒有辦法 那就被淘汰了 我記得在電腦業 當年我們那時候還是桌機的時候 有一個公司呢 他是專門做這個 3.5吋的這個磁碟片的 他是全世界第一名 那時候等於是你桌機 就是要這個牌子 對 裝這個零件的時候 就是這個牌子 但是那個公司 他就是在大家都轉型的時候 他也轉 但沒有轉那麼快 所以桌機一下子變成 Notebook的時候呢 誒 這公司就差不多了 那再隨著繼續的轉 那這公司現在好像已經 沒什麼聲音了 那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當世界正在轉型的同時 如果我們不能夠 就猶如未卜先知的 如好是在哪條路上 要來做可能性的這個改變呢 那就有可能是時代 取捨我們呢 還是我們取捨時代 所以這些就是要得趕快的 當機立断呢 不但要做好各項的準備 研發或者是 什麼樣的一些數據啊 作為自己的一個依據 同時 好這個 是不是新門要開 來做可能性 接受這個時代 或者是時代裡 它的一個 蛻變下的一個可能性 來做為我們考量 這個轉型的一個基礎 我想這是蠻重要的 嗯 就像導師所舉的這個例子 就是在早期的科技業 尤其是這個3.5磁碟片 不知道現在小朋友 還有沒有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因為我自己 有經歷過那個時代啦 真的小的時候 上電腦課 我們都要帶一疊的磁碟片 但是現在哇 真的非常的方便 什麼東西都不用帶 什麼東西都上傳雲端 這個科技的變化真的很快 但是欸 如果慶業 或者是一個不同的技術 沒有轉型 或者是沒有其他的發展 或者是其他複合式的突破的話 其實真的喔 就會被時代所淘汰 但是其實呢 講到了千葉的轉型 哇 真的很不簡單 尤其是在台灣 有很多那種 不管是 比較國營的企業 或者是比較早期 台灣發展非常良好的企業 欸 他們其實也是積極的 在做突破和轉型 其實他們可能在早些年前 欸 就意識到了 所以其實他們就開始 有一點點開始斜槓了 比如說欸 他們專賣糖好了 在台灣早期的 智糖非常有名嘛 在任智時期 但在後面欸 他們可能也看到 這個時代趨勢的潮流 欸 他們也開始賣起了其他東西 像是台糖啊 就是除了賣糖之外 他們也做很多的觀光啊 甚至是有一些花卉啊 甚至還有一些保健食品等等 他們開始就進行了 這個斜槓人生 所以其實哇 這個在時代的轉型當中 這個斜槓好像也是 不得不的一個趨勢也倒是 其實我覺得還是供序的問題 就好像說人群中他需要什麼 你可能要轉型 你就必須轉型 如果你的東西是他不需要的 你做的再精美 也就被淘汰了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 3.5寸的這個磁碟機 那我在想 比如說啦 我們小時候喝的什麼什麼沙士 有沒有 欸 現在我們在美國看 他轉型是把當時的玻璃瓶 改成這個鋁箔罐 對吧 欸還是在美國賣的嚇嚇叫 還是大家很受歡迎 這個是供序的問題 他是不是 他的產品是人家所需要的 而現在為什麼會說 有些東西他做出來 沒有人要 就好像你說現在CD片還誰要 沒有人要啦 因為這個機器都不support了 對不對 那等於是大家的一個前提性 已經不support你這個產品的一個驅動性的時候 那你自己不變 那就變成別人變了 就否定你的存在囉 那你為什麼今天我們剛講的這個沙士 他還可以這麼毅力不搖呢 就是因為市場上需要 所以他也迎合潮流 來做可能性的變化 來讓現代人更方便的來引用 而就是這樣子轉變了一下 大家還是很需要 所以現在都是 我看賣的下下叫 所以從這個例子裡面來看 就是說我們在轉型過程中 是不是成為主流所需要的 或者是你的轉型 所投注在那個東西上 它是一個final的產品呢 還是它是一個轉型中的產品 如果你壓寶壓的就是一個轉型中的 它還是會被後面淘汰的 那你壓這個寶下去可能就壓錯了 可能就短短三年 可能人家又到另外一個時代去 那這就蠻可惜的 那眼光上能不能夠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怎麼樣的一個運轉 可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商機中抓到這樣的機會 我想跟每個人的福運有關係 跟智慧有關係 跟見解有關係 跟各種的判斷 而且這種靈敏度都有關係 所以你說光是一個轉型 其實它牽涉到一個人 或者一個公司 它很多面都要配合住 所以講起來是很簡單說轉型轉型 但是你說這裡面就是這麼要隨便的轉呢 還是我們很多的努力 鋪陳各方面該要準備的 都是不為人質的這一面呢 把它做好了做足了 才真正的轉過去 讓自己有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來看到自己原先轉型中的一些努力 是值得的 我想這些都是蠻重要的 嗯 沒錯 我覺得剛才導師講到這個眼光 真的要非常的精準之外 其實也要很大膽的去做一些創新 或者是創意的突破啦 像是我就想到了 其實我自己有 因為工作的關係 其實也採訪到了蠻多的那種 企業啊 或者是公司工廠的二代 發現尤其是二代 他們可能因為在思考的方式 或者是生活的環境 其實跟上一輩 或者是父母輩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嘛 那他們在接手了工作之後 他們其實也是積極的 在做一些轉型投入 然後也是因應著時代的潮流 在做一些變化 像是我之前就有到了這個南投 去採訪了一個非常傳統的 那種竹子的工廠 因為在台灣早期就做了很多那種免洗塊 還什麼的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的環保意識抬頭 台灣也不用那麼多免洗塊的狀況之下 他們也是想說那該怎麼辦呢 他們二代接手之後 他們其實就做了很多的轉型 想說竹子有什麼樣不同的可能性 然後他就想到了 哇在近幾年呢 其實不管是那種環保 或者是那種戶外運動的潮流 非常的盛行 所以他們就用竹子做了很多那種outdoor 就是戶外運動的用品 像是杯子啊 或者是有一些很漂亮的一個工藝品 甚至是一些環保的用品 像是牙刷啊 杯子等等的 哇就就發現了 他們其實在現在呢 也經營得非常的有聲有色 所以像是這個轉型當中 好像都蠻多的二代接手 因為可能他們的生活時代啊 或者是思考不一樣 其實也為了這樣子一個產業 注入了一個新的生命 也倒是 只能講到這個例子啊 我就想到 我們在台灣小時候的一些 耳熟能想的很多 當年的這些新興企業 一晃眼他們也搞了幾十年了 那你就看到有些公司呢 他原先是一個小店 但是後來 可能二代有新的idea 就可能把這個父母輩的這個產業 做一些upgrade 或者是怎麼樣的創新的類別 有些公司就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越做越驚人的這種規模 但是你也看到 曾經的這個在市面上 大家耳熟能想的一些店面啊 或者是什麼樣的公司 其實隨著這個年代 可能需要被轉型 而沒有好好轉型的情況下 可能就被淘汰了 其實這就是很現實的一個 供需與否的問題 或者是當時 他的這樣子的一個企業的架構 是不是有人接班來做可能性的轉型 還是說原先的創始者 他就覺得年紀大了 算了 那最後就收掉了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很現實的 那你真的就留意看一下台灣的 這樣子的一些當年的老牌子 現在的進展的一個成績 與否 你就會看到 其實還是繞著就是說 在人群中 他的產品線 還有產品種類 是不是合於供需上 社會的需要 以及一種延續性的必要 如果都抓住這些的話 然後見解又讀到 各方面的運作又得當的話 其實有些企業 你就看到它的發展是非常壯碩的 是非常值得來學習的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是這樣子 覺得這些老牌企業真的要轉型 或者是要做這樣子一個創新突破 真的不簡單 尤其是在好幾十年的經營 到現在如果還可以有聲有色的話 勢必是也做了非常多不同的努力 其實在一個企業當中要做調整 真的非常的困難 像是不要說別人 我們自己的公司 在做廣播其實也是 很多人都會說 廣播就是夕陽產業 好像現在都沒有什麼人 聽廣播啦 那其實我們在好幾年前 就開始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或者是轉型要轉到哪裡去 但是發現好像這個轉的幅度 或者是轉的方向還是有限 畢竟我們要考量到了很多事情 人類啊資金等等的 就算有的時候想要轉型 有個很遠大的夢想 但是這些的東西 沒有到位的狀況之下 好像也是轉不動的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 好像這個轉型 也是要天時地利人和 找到了一個好的契機 然後找到一個好的方式 然後共同來做一個經營 或者是做一個協調 這樣子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 但是天時地利人和 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你來倒是 總統講到這個呢 那我想到有些新產品 他在發表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發表的 不見得他是賣最好的 當然有些新產品是賣最好 但是也有新產品 他出來的時候 世間他不接受 就是說可能過新啊 或者是沒有想得那麼周到 所以那產品好像還沒有那麼成熟 所以他很努力的一直在人群中介紹啊 什麼什麼什麼 欸 在當時可能 那一波的心力 物力的運用沒有達效 但是後面 欸 他弄了一波以後 後面有人來做跟進的時候 欸 可能就Bingo了 那原先那些第一波的人 這麼樣的努力花時間精力 在推廣這樣產品 但是世間沒接受 卻被第二波或第三波的人抓到時機 其實你有時候想一想 這就是商業廠商的一種現實 但是又何嘗不是跟個人的福分有關係 你這麼樣的看好一樣產品 但是這樣產品 在你推的時候動不了 可能隔個半年一年還是幾年 那別的公司推出來的時候 可能換了一些什麼樣的idea 欸 可能就賣得下架這樣 就好像我們不是經常聽說 有些新歌給哪個歌星先唱的時候 是出不了的 對不對 但是後來誰唱的就馬上走紅了 其實這是什麼呢 你真的去細推啊 就除了自己要努力以外 還是要靠可能性的福運啊 以及各方面天地的一些祝福與否 當然你說靠自己雙手 來打拼好不好 好 但是有些人成功 有些人也是靠雙手打拼 也是真的是每天每日每夜的 但是他最後還是不敵於現實的洗禮 那你說那個人是不努力呢 還是不用心呢 他都做了 那你真的要用一個大數據裡面 去做拼比的時候 你就會看得出來 就說用盡心力打拼呢 這是每個人必須 但是會不會開牌 又跟個人的很多的因素 息息相關 所以如果你只有看一個面的時候 你說這個人 你看他多努力 就這麼樣的開牌了 但是換到另外一個人身上 不見得 所以當大數據 把它來做一個評比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除了個人努力以外 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的條件 來幫助我們在轉型 在努力中看成績與否的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 主觀客觀的條件 畢竟這是一個很現實的結果 而這個結果會影響到 這個人這一生的提胸或輔 那麼如果我們知己知彼 百戰百身 知道這裡面一些硬規則 潜規則 各方面都能夠讓自己 能夠早點的準備 我想這一些 對我們每個人奮鬥努力的 這一生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嗯 沒錯 其實我覺得 哇 這個機運 真的是也不太簡單 自己ready好之外 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要一起ready好 求呢 才能繼續的轉動嘛 讓我們可以轉型 可以有所突破 每個人呢 都很想要跟蘋果企業一樣 當時推出了這個智慧性手機 不堪好的狀況之下 哇 沒想到呢 一路長紅到現在 也是我們在業界的佼佼者 但是呢 每個人都想要當蘋果 但是真的可以當得成嗎 在當中還需要哪一些的運氣 或者是哪一些的轉機呢 休息一下咯 我們先來聽個歌曲 來送他這首音樂 是來自太陽聖德導師 所作詞作曲的 《多彪》 在音樂之後呢 稍微的休息一下 再待會的 福到你家節目 富足人生千百萬的單元 持續邀請到了太陽聖德導師 在節目當中 為大家做提點咯 生命數實在誰都期待自己能多表 但是呀 關鍵總在你要不要 想痛了往前衝不能抬腳 要不然看戲的人會覺得好好笑 太多理由總是把自己弄得快燒焦 千錯萬錯總聽到自己亂叫 到底想要什麼是否知道 千萬別忘了快快多表才失望到 貧富貴見就是差在自己是否想好 因為呀 戲劇悲劇總是要巧 所以弄悲方向總已不少 健康平安幸福圓滿也都不能少 抉擇好努力做陽光長長 心口和摩托鏡 痴痴不早 痴痴不早 常感到公有身心的友好 幾出工作包容易多表 如何得到快樂 如何不為錢煩惱 如何與人溝通更順利 如何才能擁有精彩豐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問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問 繼續再回到了每周六 中午十一點鐘到十二點鐘的 輔到你家的節目 持續進行我們今天的單元 富足人生千百問 來跟大家談談了轉型的可能性 這個時代要轉型 我們的企業我們的思考都要跟著轉動 但是如果轉不動了 或者是也好像沒有一個助力 幫助你協助你的話 該怎麼辦才好呢 在今天節目當中 持續邀請到的就是 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太陽升的導師 來到節目當中為大家做提點 導師好 剛才跟大家講到了非常多 關於這時代的轉型 企業如何去做改變和調整 其實我覺得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議題 可能很多的聽眾朋友們 在自己的生活當中 在工作的歷程 其實也遇到了 這樣子一個很大的難關 但是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的應該就是 觀念的轉型這部分了 因為如果我們還是停在 比如說早期 比如說二三十年前 可能自己工作的時候的 輝煌時代 就覺得說我的工作 我的企業 我的成就感都非常的大 但是時代二三十年過去了 其實很多的科技 很多不同的思考 都在轉變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自己的觀念 也沒有轉彎 反而一直沉溺在 早期的那一種光榮 這種喜悅當中 但是我們就一直 不跟著社會去做改變 去做轉動 這樣子其實也是很可惜 但其實在身旁 也不乏這種人 就是一直活在 過去的光榮時代之中 那該怎麼辦才好呢 導師 始終講到這裡 讓我想到 美國的企業 亞馬遜 你看亞馬遜的老闆 在家裡面 以賣書為開始 然後一路 我經常說這個亞馬遜老闆 太厲害了 就是說他的思維 他是跳躍式的 就是他不是按照傳統的方式 但是他是以當時需要與否 來做可能的這個彈性的思緒 來可能的建設出他的一個王國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亞馬遜 在他的平台上面 什麼東西都買得到 然後他又去Merge 各個怎麼樣的 跟他一起可以 並肩作戰的企業 所以在亞馬遜的平台上面 等於是在上面 你沒有什麼東西買不到的 而你看 原先的亞馬遜 在早年的時候 美國最大的這樣子的一個 大賣場Walmart 他總認為他是龍頭 他不會被亞馬遜 怎麼樣的影響 但是在這些年來 在很多的數據中 已經看到亞馬遜 把他的生意 拉掉了非常多 那變成了 就說Walmart 這樣子一個傳統的大賣場 他要不要改變 他如果不改變 就可能導致就明天就不見了 被亞馬遜吃掉了 但是這個最後還是 他們的不得不變的情況下 你就看到現在的Walmart 他也有學亞馬遜 當天就送貨送到你的家裡 也有各種可能的配套 但是你就會發現 他怎麼樣改 好像就沒有亞馬遜 那麼樣的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他開始意識到 亞馬遜可能把他市場吃掉 可能沒有那麼早年 意識到 在這兩年意識到的時候 亞馬遜他已經到一定的規模 一定的程度 所以他力爭上有在拼 但是總是可能要花些學費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在看 這個Walmart 他為了要可能拼一些網路上的訂單 他的一些政策 就是說網路的訂單 比如說要來做什麼 當天的配送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個 運達到這個消費者家裡的時候 有時候我在想 這個Walmart 他是不是為了要能夠達到 追趕到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而他有些單子 我相信那些單子 也許他拿的是不賺錢的 但是他就可能要做這樣子的一個面對 因為不面對就沒有明天了 所以這就是現實洗禮下 是不是要趕快的在 好像他這樣子一個網路的一個 實際挑戰的一個亂象中 他能夠趕快調整到他的步調 然後這個步調呢 又能夠趕緊直追的 把他的一些客源拿到 那這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供序的問題 現在的顧客 如果他已經都很熟悉了 亞馬遜的這種對待 那這麼大的龍頭Walmart 他不趕快改的話 那就被亞馬遜吃掉了 那這個在人世間 你說在工作領域上 在公司裡面 各方面的發展上 如果你的努力和你的思緒 沒有辦法趕得及 現在進步的腳步 那當然了 就是不管你在公司裡面多少年 除非你是在跟公司 有怎麼樣的一個情依下 要不然很容易就可能被別人所取代 那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 現在不光是人而已的 現在我們全世界的人 還要面對著機器人的洗禮 沒錯 所以很多的東西 要被機器人取代的 今天的這一刻 我們的思緒 可能也要有某種的彈性 來趕緊的準備 因為這個世代 勢必在這三到五年間 應該會有很大的一個 轉型的一個可能性 而且機器人的洗禮之後 是不是這個要重新洗牌 各方面的這種準備 所以能不能夠看到很獨到的見解 其實就在這一刻的抉擇 所以跟我們的智慧有關 各方面的調整有關 這個知識領域啊 或者是新的這個 嘗試 去做吸收的一些觀念 其實都是息息相關的 雖然是我們現在講的很輕鬆 其實這個影響著我們的深遠 就在這一刻開始 是很近就會影響到的 沒錯 尤其是這幾年的發展 真的是超乎一場的快速 除了機器人之外呢 人工智慧其實很多事情 也都可以慢慢的 可能可以做取代 但是如果因為我們的人 沒有持續的精進的話 就很容易被淘汰對不對 那其實就是有點危險的事情了 所以呢 其實除了我們的觀念 我們的天使利利人和 要先準備好之外 其實呢 學習的方式 也一直不斷的在做改變嘛 尤其呢 學習這個事情真的是無止境的 學海無涯 然後我們活到老 要學到老 尤其是呢 在每個不同的專業的知識領域當中 其實也有很多新的事情發生啊 像是我前幾天聽到了一個訪問 就是主持人問一個補習班的老師說 你們補習班不是都教了同一套嗎 好幾十年都是同一套的一個教學 那你這樣子就不用準備了吧 應該就很無聊吧 但他說不 其實呢 這個世界一直不斷的在改變嘛 很多的有些新的案例啊 或者是一些新的科技 一直都在加強當中 所以呢 他們在課程當中 其實也要配合這個時事 或者是這個社會的一個新的脈絡 來做一些調整和改變 所以呢 儘管是那種一成不變的補習班老師 他們其實在教學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領域當中 一直不斷的在做學習 所以呢 學習我們其實也要做轉型和做調整 這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才能讓我們真的好像可以 山不轉路轉 入不轉人轉 人不轉 那就新轉 所以其實這個學習 要做一些轉換 做一些調整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倒是 的確你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網路教學其實 現在很普遍的 不管是在哪一個國家 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有時候他需要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網路教學 或者是網路上來做可能的練習功課 各方面 而我經常在講 機器人的出現 老師的職業呢 尤其大學以下的老師 很有可能 以後就被這個 機器人所取代了 因為這些就是一個 時事所趨 只是什麼時候會發生 不知道 但是你說 學生 他在學習的一個 這個方向 或者是他接受度 如果有一天是機器人當老師 那是不是學生 可以馬上的接受呢 這又跟那個學生 他能不能夠把這個 新門打開 來學新的東西的一個 自我的要求與否 息息相關 有些人他可能會說 我沒辦法 我必須看到一個真老師教我 我才會想要學 那有些學生就說 反正都是老師在教 你只是一個是機器人 一個是真人 那為了要升學 我必須要努力 那這種 就好像是 你面對著社會 你是不是要改變在這一刻呢 還是將來被 時代所改變 社會所改變 對 這就是一個抉擇 那也是一個抉擇 你說哪一天真的變成一個風潮 全世界的老師都被機器人所取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想該怎麼辦 這已經就來不及了 所以這個世代就是在這一刻 其實我認為 這個可能各方面都會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機器人即將要來人間洗禮 這些東西不得不先做這個未雨綢繆 而各方面在可能性的一個抉擇中 還是要有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視野 自己的各方面來做可能的評估 比較客觀性的來看 以及是不是能夠趕快把一些新的知識領域 能夠先抓到 你才能夠做評估的正確性 我想這跟每個人的努力是很重要的 每個人能夠認知現在的時代必須要這樣來面對 是很重要的 其實都要配合在一起 來做可能性的先前準備 我想這些東西都是不可少 嗯沒錯 但是要如何先把自己ready好先行做好準備 然後來面對了 不管是時代啊 企業啊或者是方方面面這些挑戰轉型 還有時代的洪流呢 其實真的要好好的抓緊時機了 那像是呢在我們的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當中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與時俱進 尤其是在這個課程的調整內容的安排上面 其實導師每一次都會花非常多的一個心力 來幫大家呢做一些不同的課程的安排 那像是呢在前一陣子開始的這個 奪標系列的講座課程 其實也是有因應著這個時代的潮流 其實導師也幫大家solo了很多的題目 讓不管是哪一個時代的人 都可以在面對到這個洪流當中找到了一個轉變的可能性 也導師 一切 我想現在 就好像以前啊 我們覺得一個大學畢業 你是專攻電腦電機還是專攻歷史 你就在那幾年中讀了那幾本書 然後就拿一個文憑對不對 代表大學畢業 但是現在的世界 它好像變化的特別快呢 你也必須要知道很多的東西 配合你當時的專業 可能會在公司裡面發揮的更好 更讓人家覺得有它的一個獨到性 否則你說以前的 學的東西 它是不是變化也很快 是不是能夠跟得上時代的腳步 這又跟每個人升遷與否有關係 發展與否有關係 所以這個世代 它不光是我們所學以前是怎麼樣的情況 跟未來你要怎麼樣接駁到這個世代 跟你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天的生活裡 是不是秒秒都在學習 秒秒都在參研其中啊 到底自己的各方面的功力 有沒有達到一定的水準 那跟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這個供需 它又有產生一個很密切的問題 因為你今天會到這公司上班 上得很好 是因為公司需要你 而你也有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對不對 所以兩邊剛好match 但是如果今天世代它的方向 走的比較快 但你沒有準備好 那公司要進步 所以是不是有一天 這裡面產生一個斷層 讓你沒有辦法再像以前那樣子 這就是一個令人發人省思的一個 很肯切的一個議題在現在了 所以還是我們講就是各方面 都要能夠隨著潮流 能夠趕緊的加快腳步啊 充實自己自助人助天主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智慧的開啟 各方面的際遇啊 福運一起能夠相輔相成 我想這些東西都是不可少的情況下 所以不光是我們在紅塵間的一些努力 好在一些我們靈性上的一些追求 可能也要努力 我想這都蠻重要的 沒錯要如何呢 方方面面的做好準備 也歡迎大家了 如果有興趣有機會的話呢 也可以先行一步來認識 超級生命密碼的系統 也歡迎大家呢 可以先上網搜尋超級生命密碼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還有臉書粉絲團 除此之外呢 在手機當中也有超級生命密碼的 夢想舞台手機APP 在當中呢都會有很多不同的 最新消息活動等等 也歡迎大家呢也可以上網做了解 除此之外呢 那其實我們在全世界各地各個不同的城市 都會有超級生命密碼的圓滿人生精英會 在這個精英會當中呢 也會一直來分享導讀到的 是太陽星的導師所出版著作的書籍 還有學員們彼此分享討論交流的時間呢 那因為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會 時間地點都大不相同 也歡迎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打電話 或者是在官方網站上面呢來詢問 那歡迎大家呢可以先把電話抄寫起來 在我們一般的上班時間撥打電話來詢問相關的一些 資訊內容咯 台北的電話是02-5599-5439 台北的電話是02-5599-5439 邀請大家透過了不同的方式 因應著時代的一個改變 不管是我們的新轉路轉 讓我們整個呢都在這個轉型的過程當中呢 可以更順遂 然後也找到了一個好的方向和出路咯 所以呢在今天節目當中 再次感恩的就是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太陽生的導師 在節目當中為大家所做的提點和建言 感恩導師 謝謝子榮 謝謝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陽生的導師 在節目當中為大家所做的提點還有建言 也歡迎大家可以來搜尋 先前所有的節目內容分享 一起來做空中的學習 歡迎大家呢可以在Podcast播客的平台搜尋 福到你家的節目 就可以聽到我們先前所有的節目內容分享咯 而在今天的節目最後一首好聽的音樂作品 來送上的同樣也是來自太陽生的導師 所作詞作曲的思念 在音樂之後呢也要先跟大家說聲再會咯 我們在下週六中午的11點鐘到12點鐘 FN04.1的福到你家節目 我們空中再會咯 畫面滴滴滴就好像剛剛一切 要記一切來世路對你思念 重活恩情一件件好感念 怕你在身邊很想念 總會想起精彩線好思念 心靈深處總是甜好想再見 一切都是真情淺 念碎碎念念對你的思念 將不會改變 將不會改變 期待再相見 Zither Harp 天地柔情緩起對你思念 天地柔情緩起對你思念 但願一切都好方方綿綿 天地柔情緩起對你思念 畫面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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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幸运在线好思念 幸运深处总是甜 好想再见 一切都是真情谦 月碎碎念念 对你的思念 将不会改变 期待在山间 中国情依渐渐 好感念 爱你在身边 爱想念 总会想起精彩 好思念 心灵深处总是甜 好想再见 好想再见 一切都是真情谦 链碎碎念念 对你的思念 将不会改变 整个好思念 好思念 期待很快 期待很快 再相见 如果安静 你渐渐 好感念 和你在身边 很想念 好想念 总会想起精彩 好思念 好思念 心灵深处总是甜 好想再见 好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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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念